您好,欢迎你选修这堂线上纠松直播课 我是课程讲师T-Munk 首先简单介绍这堂课会教卸什么 教学的方式是什么 方便你确认这堂课的内容是否跟你想学的是一样的 如果你想直接开始课程可以跳过这段简介 同样的也提醒你可以善用快转 或者是调整播放的倍速灵活学习课程 如同课程目录所介绍的 我们首先会学习一些基本的OBS操作 接着会介绍常用的直播硬体设备 好比说摄影机、麦克风、截取卡 接着我们就会直接拿几个实际的案例来讲解 怎么做到同样的效果 最后我会透过分享过去的直播经验 来告诉大家应该要怎么样从头到尾准备一场直播 不同于没有目标的教每一个操作 这堂课会以实际过去的直播案例作为假想目标 一步步教学 对我来说这样也会学习比较有动力 不然学习的过程会很茫然 也就是说本课程的每一个内容 都是朝着某个想完成的目标所规划的 那在课程开始之前呢 请你先到这个网址 OBSproject.com 找到你的作业软体的版本 下载并安装好OBS 它的安装过程跟你过去习惯的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就不在这边赘述 那最后也请你从课程的连结中下载直播课程素材 连结也可以在下方的说明栏找得到 那到这边的话一切就准备就绪 我们就开始吧 如果你有课程相关的问题想要询问 或是课程相关的资源找不到的话 那我由于怕大家都会临时觉得有点乱找不太到 所以我就直接手把手教学跟大家说在哪里 首先呢你在我们这个YouTube的影片下面 应该会看得到一个入口连结 就会先连到我们的共笔页面 那在共笔页面的首页呢 要找到就是所有课程影片教材Q&A 那我们点选开始上课写作业 那我的课程呢都会从第二周开始 所以你就找到我的课程线上纠松直播课 你就会看得到我的课程影片教材作业Q&A 那Q&A的话也会用同样类型的共笔形式 你也可以在上面提问 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在这个网站注册 这个是我们GTV的参与者一起共同 假设的网站还是叫做wastelike.tw 那这个功能就是一个问答平台 所以如果你在这边已经注册了一个账号的话 那在我的专业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找到对我提问的一个位置这样子 所以就搜寻 在这边搜寻使用者tmunk 然后就会找到我了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做提问的部分 那这个网站呢 目前并没有太多的使用者条款 基本上不会做任何形式的内容审查 那它其实呢 后面的账号系统是连接到唐凤证委办公室的PDS平台 所以你其实就是在这边注册一个账号 所以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议题 有兴趣想要问问题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边找到唐凤 或者找到他们办公室的其他人 来提问问问题 好 以上就到这边 好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我们第一个假想目标 是希望在视讯会议中 帮你的镜头加上克制的滤镜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参与一个视讯会议 发现你呈现出来的画面实在是太暗 但是我们在常见的视讯会议平台中 并没有提供调节亮度的选项 这个时候OBS就可以帮你完成 这些需求 它的运作原理是这样的 从原本的视讯会议平台 直接使用你的镜头 但我们现在改成 先把视讯镜头送去给OBS处理 调整成你想要的画面之后 再透过OBS内建的虚拟视讯相机 把画面送给视讯会议平台 好 我们现在打开OBS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控制选项 这些都会在课程中一一跟大家介绍 首先我们注意到中间这个黑画面 它叫做画布 在画面中 我们到时候我们要把画面送给视讯会议平台之前呢 我们第一个应该要先把视讯镜头的画面放到这个画布里面 那要怎么样把视讯镜头的画面加进来呢 我们在下方 左二这个来源的清单上 这个栏位 你可以按下面这个加号 或者是在这边按右键 我们新增 然后我们这次选择的是视讯截取装置 接下来我们帮它取名字 我的视讯镜头 然后按下确定 在装置这边 则选择你装在电脑上面的视讯镜头 那我的是罗技的C922 那如果你找不到你的镜头的话 你可能要先确认一下你的设备是否有装好 这样就可以看到你把你的视讯镜头给加进来了 这次我这边用的是一个乌龟的布偶座来做model 但是它的解析度很小 所以通常加入镜头之后 然后你可以看到刚好跟我画布的大小草一样大 那改成制定之后也会发现 多了很多选项可以控制你的视讯镜头 那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随意调整看看试一下效果 最后按下确定 确定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来源这边的清单 看到你新家的视讯镜头 新家来源可以从点选一旁的眼睛图示来把它做开关 如果你之后还想要再回来刚刚那个设定视窗调整 在你的来源你可以有很多个方式可以来找回那个视窗 你可以先点选你的视讯镜头 然后按这个齿轮 或者是直接点两下 或者是在画布中选到它 然后右键选择属性 你都可以开启这个叫做属性的视窗 那如果你发现你的视讯镜头跟画布不一样大实 你可以直接在画布上 这边做拖拉 然后拉到你想要的大小 或者是 右键 选择变形 那你变形的话 你就可以这边有很多个 控制它的长宽比例旋转 来做调整这样 比如说假设我们原本 调整好的时候还是跟画布不一样大 那我们这边右键 变形 然后选择等比例缩放到萤幕大小 点选之后 它就会自动去符合这个画布 那你也可以试看看旋转180 然后再把它转回来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重点 滤镜功能 在你的镜头点选之后 按右键 选择滤镜 在左下方这边呢 特效滤镜上面 我们 新增一个色度键 按下确定 然后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边的对比或者是亮度来微调自己的画面 那我可以透过稍微调整对比让画面看起来亮一点 然后亮度的选项稍微再调暗一点点增加它色彩的厚度 这边有很多选项也许会让你有些眼花缭乱 但基本上可以不用理会或是你可以自己稍微调整玩玩看 然后如果想要重新设定的话 就是把它按在这边按Delete删掉它 然后再重新把它加回来就可以了 那除了透过滤镜的调整之外 如果相机有支援的话 也可以直接从属性 里头的设定视讯 那它就会跳出这个选项 那里面也有很多个选项可以做调整 那这些选项呢 主要就是看你的镜头有没有支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视讯镜头一次只能供一个程式使用 跟麦克风的设备不一样 当镜头已经提供给一个程式使用时 镜头就会被咬死 现在我的视讯镜头已经被OBS给使用了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去Google Meet 然后我去选择同一个装置 我的是C922的逻辑的webcam 我点选它 然后平台就会跟我说摄影机发生错误 接下来我们做一些非常客制化的自由发挥 首先呢帮乌龟先生加上字卡 在素材里头有一张空白字卡的图片 我们把它从来源中的图片把它加进来 右键新增图片 然后取名字空白字卡 按下确定 然后选在这边呢 它的属性呢 就是可以选择图片档案的来源 我们选择浏览 然后选择一张图片 那我这边呢发现我选错了图片 那我想要在修改的时候 除了从 除了再点选一次 再打开一次属性之外呢 现在OBS的版本在这个中间 当你选择这个来源的时候 中间这边可以做很快速的调整 那在这边呢 我们就有浏览 选择正确的空白字卡 调整一下它的 它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帮字卡上面来上字 我们新增来源选择文字 右键新增 然后选择文字 那这边呢 我们先新增一个副标题 按下确定 那我们这边呢 可以先选择字型 这边呢 就是选择你一个觉得好看的字型就可以了 哦 不小心关掉 选择好字型之后呢 这边可以选择它的尺寸 按下确定 然后我们输入一下我们的要用的文字 乌龟先生 旧海洋问题 发表谈话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选择它的颜色 那这边呢 我们选择的是白色 在这边可以选择 然后下面呢 值得一提的一个功能叫做外框 外框可以干嘛呢 就是当如果你的字跟你的背景是在颜色太靠近的时候 那个字会看起来有点难度 所以如果有外框的话就可以让那个字幕 或者是这个文字 可以比较明显一点 我们来试看看 所以我们这边点选外框 然后颜色我们这边选 黑色 哦 这边有时候跳掉了 我们刚刚这边选外框之后 下面就会跳出这两个新的选项 我们这边选取颜色 然后我们选黑色 这样它就帮你加上外框了 然后我们再调整外框的大小 我选择 选择了之后 然后按上上下下来调整它的粗细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明显一点 好 但是我们这次呢 决定不要用外框 把它勾选掉 然后按下确定 然后我们把它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那除了刚刚拖拉或者是 这边的拉展之外 你也可以用上下左右来做一些简单的微调 好 这样就没问题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新增主标题 那通常在同一个画面上面呢 呃 我们所使用的文字 它的字形跟尺寸 通常都差不多一样大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与其每一次重复新增 然后重复选择 不如就直接复制它原本的设定 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副标题了 我们就直接复制它 所以在这边点选复标题 然后右键 按复制 然后再回到来源这边 右键 我们这边可以贴上 那你就会发现贴上有两种 一个叫做参考 然后一个叫做复制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我们第一个先贴上参考 然后把它分开来 所以这个是参考 然后右键贴上 我们这是用复制 然后把它拉过来 就会看得到 呃 有 现在已经有三个 一个是原本的 然后一个是参考 一个叫做复制 这样子 OK 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点选最初原本的这个副标题 然后我们这边帮他改一下他的字 内容 我们这边写测试 那你就会发现参考的这个部分 会跟着一起变动 因为他是直接参考 这个复制的文字这样子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这两个其实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东西 那如果你只要改变其中一个设定 他就会跟着一起跳这样子 但是如果是用复制的方式来做贴上的话 他其实就是跟原本的这个文字 是完全不一样的实体 那你这边改变 我这边新增了两个字测试之后 他还不会跟着改变 那所以主标题的话 我的复制希望是用 右键复制的方式做复制 那你也可以看得到 复制的之后 他会帮你再取一个 取一个 数字的 数字的排序 那意思就跟你讲说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是参考的复制的话 名称就会完全一模一样 OK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来新增 我们的主标题 所以 我们刚刚用参考的这个复制 就把它散掉 点选他 按Delete键 然后把它散掉 然后我们现在把 这个拉回来 到我们想要的位置 这样子 然后这边这个的测试 我们先把字拿掉 好 然后我们现在来新增 主标题的文字 那我们主标题的文字呢 希望新增的是 期待歌坊 尽力 促成 让废弃物远离海洋 好 那在这边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还有一些想要调整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这个 不要写副标题 而希望它是叫做主标题 所以我们点选它之后呢 按右键 然后这边可以重新命名 然后我们重新命名之后 这边地方就可以变成 可以编辑的状态了 所以我们这边就会改成 主标题 标题 然后接下来呢 这颜色跟这个字卡的白色 实在是太靠近了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的字的颜色 改成黑色 右键 属性 文字的颜色 改成黑色 按上确定 然后一样稍微再调整一下 它的位置跟字形大小 希望它们是差不多大的 然后因为下面的字卡比较大一点 希望下面的字可能稍微 调整一下位置 然后 基本上这边就是看你自己喜欢 来做一些微调 比如说我现在发现 这个字卡实在是有点长 所以其实我可以就是 稍微调整一下位置之后 然后把它往 我的左边拉 这样稍微调一下拍板 那你可以发现有些图片 跑出画布外面 那没有在画布里面的 就会是 就不会显示在直播 或是在我们接下来要用的 虚拟的相机上面 这样子 那我们再调整一下下 那我们再调整一下下 OK 这样就可以了 那最后要介绍的是排序 我们在画布中 我们已经现在有很多个来源了 这样子 那来源之间的设计 其实跟我们简包的设计一样 它其实是有分上下的层次的 这样子 上下的排序 那所以在来源清单中 你看到这个顺序 一开始先 主标 副标 字卡 镜头 它其实就是一个上到下的排序 我们可以 我们也可以透过 那个来源的这边的上下键号 来去做调整 好比说 我把我的视讯镜头 调到最高的 最高的位置这样子 所以往上高 它现在比空白字卡高 所以空白字卡被压在底下了 然后接下来是副标题不见了 主标题不见了 然后我们再把它调回来 调到最低 那 同时呢 如果你现在想要选 在这边选取的时候 如果来源之间 其实是重叠的话 其实你会有点 你的花束会有点难选到 那我们假设说 我们想要在这个主标题 去选择这个字卡 那我就 但是 它被它遮住了 所以我就先点选它 第一个我会先点到的 其实是 主标题的字 那我们再点一次的时候 它其实就会 点选到 字卡的部分 这样子的话 其实对你来说 就比较方便一点 那可以看到 点选第三次的时候 其实在下面一层的 视频镜头 就被我选取到了 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 比较麻烦的滤镜 叫做自动去背 这个滤镜并没有内建在OBS里面 需要额外的下载安装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过程实在太过复杂 所以我先建议你先整个看完 再决定要不要跟着一起操作 如果操作不剩OBS 坏掉打不开的话 建议重新安装整个OBS就可以了 首先呢 第一步我们先到这个网址 这个是一个网站叫做Github Github是一个 然后这个连结 也可以在说明栏上面找得到 那Github是一个大家分享原始码的地方 这个自动去背也是一个开源的软体 可以免费使用 说明看起来 蛮清楚的 那说明里 尤其是说明里头的预览图 你就会看得到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自动去背的效果 那我们就 下载它 我们这边找到 上面这边找到 Download 然后我们就点选Release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呃在这个最新的版本中 可以下载 那我们就是往这边点开Access 然后 嗯 选择你的作业系统来下载 那我的是Windows 就是选择它 那下载好之后呢 假设我们下载好位置就在这边 那我们就点开 点开这个压缩档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呃这几个档案 那第三个档案应该是作者 他不小心包错的啦 应该用不到 那主要其实就这两个资料夹 就是Data 然后跟OBS Plugins 那 重点就是说 这两个资料夹 我们应该要安装到 原本我们安装在OBS的位置上 那 我们再回头回来看这个 下载的页面的说明栏 它会跟你讲说 Windows的部分呢 请你把它 嗯 复制到你的 OBS的安装的位置上面 那 我们通常预设的安装位置都在这边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 把它贴上去 就在这个位置 那你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 呃 我们下载的档案 它的资料夹名称 其实是跟这边有对应的 好比说这边有Data 这边有Data 这边有OBS Plugin 这边有OBS Client 所以基本上呢 所谓的安装就只是把资料夹 就是同样复制过来 然后 选择取代目的中的档案这样子 那 我也是因为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就 呃 会需要把它复制过来 那假设 呃 所以假设就复制过去 现在就假设复制过去 然后已经安装好了 那 呃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是你安装整个 呃 外挂的Plugin的一个方式 那 值得再 特别提醒一下 就是如果你是MacOS的话 你的预设的安装位置 应该是在这边 然后呢 就把你下载的资料夹的 档案 复制到这个 位置底下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呢 假设这边就已经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重开OBS 那我们重开OBS之后呢 照理来说这样子Plugin 应该就已经安装好了 所以我希望会使用这个 自动区培的功能 在我的视讯镜头上面 所以我点选右键 滤镜 然后在这边 音讯影像滤镜当中 新增一个 你就会发现安装好 确定安装好之后 应该会有一个 background removal 这个功能 然后就点选它 然后按确定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自动区培的功能 就 调整好了这样 那 所以接下来你可以做一些微调 你可以 调整它的stress hold 就会看到有些差别 然后 你希望它的边边 可以更平滑一点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做一些调整 大概像这样子 那 因为这个是用程式来算的 对 所以还有第三个选项可以看一下 好比说这边 它其实就是用一个程式来 一个演算法来 帮你做自动区培的功能 所以你在这边也可以选择 不同的演算方式 计算方式 那你就只是选一下看看 每一个滤出来的效果长什么样子 这样子 OK 那这边值得一提的是 就是因为它是用程式来计算去去背的 所以有时候 如果不论你怎么调 都没有办法去得很干净的话 你就可以先考虑调整一下 你环境的光线 或者是你镜头的角度 那我们什么要改成 那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 这边有一个叫做 Background Color的部分 改成绿幕用的颜色 那我们这边 绿幕用的颜色的代号 就是叫做00FF00 这个绿色就是绿幕的绿色 这样子 OK 那你可能会想要问我说 为什么要用这个 这个绿幕的颜色呢 那是因为我们在特效滤镜这边啊 如果我们再加上色度键 按上确定 那这边有一个叫做 关键颜色类型 是绿色 所以如果我们选绿色的话 就帮我们把那个绿色给去掉了 那么如果选其他颜色的话 就是其他颜色的色彩 会不会被去掉掉 那我们通常都是去背的时候 都是用绿色去的 所以 选择绿色 那你就会发现 我们刚刚安装的外挂 然后再搭配上原本的色度键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去背了 好 所以我们这边完整去好背之后 我们可以来 加一个海底的背景图 点选右键 新增图片 海底 然后我们把那张图片架进来 海底风景 这张图片蛮大的 所以我们把它先拉小一下 拉过来 拉小一下 哦 其实你也可以这样用 就直接先右键 变形 先等比例 缩放到萤幕大小 然后它的尺寸不一样 所以会有点卡住 可是我希望它可以整个 背都拉到 所以就把它再延长一下 哦这样子刚好塞到整个画面 然后因为它现在是在被夹到最上面 所以 刚刚夹的东西全部都被盖住了 所以我们把它调整到最下面 OK 所以 然后调整一下我的镜头 哦这样看起来好多了 不会遮到那个字卡 OK 所以关于OBS的外挂程式呢 你可以到 原本下载OBS的位置 这边 OBSproject.com 那在这边呢可以找到论坛 那在论坛呢 这边可以找到resource 那在这边呢 就是有很多个Plugin可以选择 那 呃 你也可以直接在YouTube去搜寻 OBS 搜寻看看有没有好玩 就是大家推荐的外挂程式这样 但就跟前面开头警告的一样 就是很多时候呢 这些外挂程式啊 反而会让OBS坏掉 所以建议找大家比较推荐的 然后已经大家有很多人有使用心得 比较多人在讨论的那个外挂程式先开始玩起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不会有程式挂掉的问题发生 那最后神奇的一刻终于要来了 现在我们要开启虚拟相机 在OBS右下角 控制相 选择启动虚拟相机 我们这样就完成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到Google Meet来看一下我们的成果 好 到我们指定的位置 稍等我一下 指定的会议室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抓到那个位置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你其实是要到设定 然后视讯这边去选择你的视讯镜头 那原本已经被OBS拿去用的C922的这个视讯镜头 就不能选了 那我们改 改变的应该是要来选择这个 OBS Virtual Camera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先关一下我的麦克风 加入 这样子的话就完成了 那其他会议室的成员 就可以看到你特别设计的画面 那虽然你自己看到的画面是镜像翻转的 你看那这个字是翻过来的 但其实会议室的其他成员 看到是会跟你OBS一模一样的画面 那只是Google Meet上面 并没有提供 反转回来的选项这样子而已 好那接下来为了证明 它只是Google Meet平台上面 没办法翻转的问题而已 我们就试试看另外一个视讯平台 那这个呢是我们原本的Google Meet的平台 那我们现在换到另外一个平台 叫做GZ Meet 它的网址是M-E-E-T 然后点G 然后点Z 这样子 好我们就直接开始一个会议 那因为我已经事先有先抓过一遍了 就发现它有在抓到 那我在这边教学 准备教案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就是 虽然实体摄影机它会被单一个程式咬死 不可以分享给其他程式用 但我目前用OBS 然后用不同的浏览器个别开 一个是Google Meet 然后一个是GZ 就发现它反而可以分享 这也是一个蛮意外的发现的 好 所以我先把麦克风关掉 然后就加入会议 所以进去一样 一开始也是先进向 但是在这边的选项可以做一个叫做翻转 那我就点选翻转 我就可以翻过来了 那基本上其实出去的画面都还是这个才对 最后我们复习一下这个小杰学到的OBS的用词 第一个是画布 画布呢就是呈现给直播画面的地方 第二个呢来源 那来源呢是可以加入新元素的地方 都是从来源开始 来源可以透过点选眼睛来做开关 那接下来是属性 属性的话就是把来源 你加入了来源做设定的部分 属性 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变形 那变形的话就可以在这边调整 来源的长宽缩放跟旋转 然后还有滤镜 那滤镜的话就是在对来源做各种调整的地方 还有我们刚刚还有学到的是排序 就是 嗯 决定这个排序就是决定每个来源的上下位置 那如果有东西不见了 那记得可以确定先看看是不是被盖在下面了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你不小心按到了眼睛 所以它就不见了这样子 好 所以呢到这边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完成了 我们成功的把视讯镜头交给 视讯交给OBS处理 然后我们在OBS整理好之后 送给的视讯会议平台 那所以整体的画面大概是这样 我们先拿到的视讯镜头 然后把它盖成我们想要的画面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画面 透过OBS Virtual Camera 分享给视讯会议平台的人 那到这边呢 我们第一个目标已经完成了 谢谢大家